谋臣无荣,武士有功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文呢,谋臣,文士 但是文火是慢的,而武 不管什么东西,来的快就去的快 所以说他显功,也显在当下 就是上场杀敌,马上 就知道这个人立功了 而文,他一个谋划者 他在事前,事发之前 就把这个事情大局 这个掌控,或者驱使 那你说他的功劳,是他的功劳吗 说不清楚,不知道 所以说,这些人往往就那个 那我们也说,自古就中文清武 当然是,能文,则不武 那武,那就杀法之心 那就最后了 实在没办法 回到整个办法 你事先,在问题发生之前 你就解决了 这种人,这种人 他是没有功劳 所以说,有些人就利用这一点 有些人也很委屈 那我该不该写这个功能 那就要因实事而定 你看这个 有些人就用这个 用这个点 所以说,他就 等到事发的时候 我再怎么怎么样 其实你的心已经不正 你不要默默勿闻 神官不必在乎 我宁做凤尾不做鸡头 那鸡它就是个鸡而已 那大家都不出来 没有凤头 那我只好自己出来 那我就不管是什么头 我就出来试一试 自乎有一个扁缺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这个神医扁缺 他当时就很有名 他说 其实我不行 我的大哥二哥才灵 我等到这个病 在这个 伸入骨头骨髓了 那 我虽然能治 我也算得上一个 这个 有医术的医生 但是 我的二哥 在病在肉里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他就不让他病了 所以说他没病 你说他 他治好了吗 他有功吗 一点点 一点点功 那大哥更厉害 就在表皮的时候 谁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 那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这种人 王老师 默默无闻 而他才是最厉害 就是 神仙 在这个事发之前 全都被你撂定了结局 结果大事所需嘛 不过如此 就推理就仅此而已 大差不差嘛 所以就是 当 非常那个的时候 那不叫阴谋了 你又仰我 我就为了彰显我一下 名声 因为很多事要我来做 我要为功 为重 人之心这样 那你出名 李所赢了 你不该出名 你就不要出名 你再有管事 你不要出名 你不要享受这些人 给应该得到的人 那有这个 忘 忘我 就是 就是 无我 就是 我是天地之间 的一个圣灵而已 我是天地之子 这个功劳都是天地 我只是 顺其阴阳 这在 有些方面呢 我能 这个替天行道 甚至 本师大的 敢说 那局部的 这种替天行道 他运化的不好 我来辅助他 那这就是人 的功劳 替天地 嗯 阴阳这道 而制化 教化 万种 所以说大多数人呢 还只会看表面 认为这个人 他做了好 他 他比别人厉害 实际上 完全想反身的